那个第一卷后面还有一个案例分析没讲 下面我们讲一下案例分析 2017年7月2日凌晨一时许 货车司机要么醉酒以后驾驶一辆相似货车 沿市整公路往一商场运送啤酒 这个行为够不够成犯罪呀 构成什么罪呀 危险驾驶罪正确 在行驶过程中因超速驾驶 且遇紧急情况处置不当 而撞上前方公路上的一名行人 事后查明为肖母 致肖母受伤 事后查明为重伤 那么这个够不够成犯罪呀 构成犯罪 这个很显然 这个事故的发生 这个要么承担全部责任 至少是承担主要责任 对吧 因为要么有重大获措 首先他醉酒 其次呢 超速 第三呢 就是紧急情况处置不当 所以很显然 他至少是主要责任方 在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或主要责任的情况下 造成这个 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 认为构成犯罪 六种严重情况下呢 造成一人重伤 也认为构成犯罪 这里面已经造成了肖母的重伤 他前面是醉酒 对吧 前面醉酒 醉酒以后 这个承担全部和主要责任的情况下 这个六种严重情况 包括醉酒 那么造成一人重伤的话 构成交通肇事罪 好了 这里的交通肇事罪和前面的危险驾驶罪 需不需要数字编乏呢 不需要 怎么处理啊 责重罪处罚 责重罪处罚呢 那么通常都是你交通肇事罪了 因为最危险驾驶罪的拔证刑很低 只有拘役 所以责重罪处罚 通常就是定交通肇事罪 要么下车查看 并将肖母扶植路边 经预期交谈以后 仅看到肖母的背部有皮肤插伤 看不出有其他受伤 其肖母当时能够讲话 能够自由行走 要么认为肖母只是轻微伤 过驾车离开现场 后妖母于凌晨六时发火尘时 再次路过此处 看到肖母仍然坐在路边 一动不动 上前触目 发现肖母已无呼吸 大家注意一下 到此为止 这个 这个妖母 所不属于交通肇事 逃逸之人死亡呢 不属于 为什么不属于啊 因为逃逸之人死亡 必须是故意逃跑 司法解释对叫逃逸之人死亡呢 解释是因逃 这个为了逃被罚的责任 为了逃被罚的责任 而逃到现场 导致被害人 由伤便死 逃逸之人死亡的成立 要求同时符合四项条件 第一呢 被害人最初是被撞伤 而不是撞死 如果被害人当场撞死 脑僵崩裂 脸成两劫 犯人跑掉的话 那属于交通肇事逃逸 而不是逃逸之人死亡 第二呢 新闻人逃逸 新闻人逃逸 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是 只为逃被罚的责任 而逃离现场 理论上认为 应该做适当的扩大解释 只要不是居政党目的离开现场 那么都叫逃逸 因为交通肇事以后 新闻人有保护现场 抢救被害人的义务 只有政党目的离开现场 才可以免责 否则的话 那么都不免责 第三呢就是 贝海人必须最终死亡了 如果犯人逃跑以后 贝海人生命力很万强 死活不死 那么 这个不属于逃逸之人死亡 最后一个呢就是 逃逸和死亡 还得有因果关系 是因为逃逸 延无了救治 导致贝海人死亡 反之 如果犯人逃跑了 贝海人就死了 但是逃跑和死亡之间 没有因果关系 比如没有延无救治 贝海人逃了 但是贝海人很快地 得到其他人的救治 送到医院 但是还是伤众 抢救无效死亡的话 那么这个死亡呢 是由于前面 撞击过于猛烈造成的 和逃逸没有因果关系 那么也不属于 逃逸之人死亡 那么本案呢 我们认为 不属于逃逸之人死亡 是因为 这个行为人的离开 大家觉得 从当时案件的情况 给的信息来看 他离开现场 是震荡还是不震荡的呀 震荡的 因为是不是 只要撞人了以后 就必须把贝海人 送到医院去详细的检查一遍 没有那个必要 对吧 怀疑可能 受到比较重的伤害 才需要带到医院去检查 那么从提莫给的信息来看 从当时 一般生活经验来看 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他离开现场的 应该说是震荡的离开现场 震荡离开现场 所以不属于逃逸之人死亡 药母认为出了人命 事态重大 害怕受到追究 所以将肖母的衣服脱下 将其身边的一黑色的皮包拿走 这皮包里面有钱物 他把它拿走了 那么这个行为构成什么罪呀 盗窃罪 盗窃罪 因为是秘密 采用秘密手搭 获取他人材物 所以构成盗窃罪 将其尸体拖到附近 以土坑掩埋 这个行为够不构成犯罪呢 比如够不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呢 不构成 为什么不构成呀 对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是一个事后帮助犯 事后帮助犯的主体 必须是犯罪分子以外的人 犯罪分子本人 实施事后帮助行为 比如犯罪分子本人 挖个坑把自己藏起来 犯罪分子 都不构成窃藏罪的 犯罪分子自己撒谎 说自己没罪 也是不构成包围罪的 犯罪分子自己 把偷的抢的东西藏起来 不构成也是隐瞒 犯罪所的收益罪 犯罪分子自己毁灭证据 也不构成帮助毁灭误造证据罪 但是打出一下 犯罪分子自己 威胁证人 阻止证人作证 或者指使证人作伪证的话 够不构成防下作证罪啊 构成 大家注意一下 构成 因为防下作证罪 防下作证罪侵犯了证人的合法权利 所以防下作证罪 不被认为是一个适合帮助法 大家注意一下 犯罪分子本人是可以成立的 回家以后 要么搜索消磨的皮包 搜出手机一部 价值7000元 卡号为123456789 被捕签名党处 携由密6个6的工商银行处置卡一张 这个消磨 遂向手机通信录中 姓名显示 为妈妈的手机号码上 发送了一条 妈 我被人绑架了 所汇10万元 自我公行卡 账户属人的短信 单位收到回复 这个行为 够不够成犯罪啊 够成 够成什么罪啊 诈骗罪 是不是 那是什么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此种情况呢 我在哪儿给大家讲的呢 就是诈骗罪的三大环节 第三个环节 我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必须被害人在错误认识的支配下 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了处分 也就是要成立诈骗罪 被害人必须有处分的意思 然后呢 我还讲了第二点 就是如果行为人虚构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 那么定什么罪 理论上是有不同看法的 有一种观点 有一种观点 就是司法考试近年的观点 司法考试从06年以后的观点是 此种情况呢 首先符合诈骗罪的成立要件 因为它虚构了一个虚假的事实 这个事是假的 所以符合诈骗罪的成立要件 其次呢 因为它虚构的这个事实呢 不是一个一般的事实 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事实 所以呢 又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成立要件 是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的想强进和 但是主流观点 法术考试的观点 一直都是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 所以在法术考试这边 大家只能打敲诈勒索 不能打诈骗 不能打诈骗 7月3日20时徐 药模池 这个药模池消某的公行卡 至于自动取款机前输入 6个6查询 发现10万元并未到账 那么这个表明 它的敲诈勒索随了没有啊 未遂 未遂 但卡上上有余额一万元 要么税将一万元取出以后会货 这个一万元 需不需要定一个信用卡诈骗罪呢 不需要 为什么 对 是前面盗窃行为的实现 是前面盗窃行为的实现 不需要定信用卡诈骗罪 直接请定前面的盗窃罪 后要么将手机换好以后 自己使用 将信用卡 皮包 衣服 价值300元 销回 这个需不需要定一个帮助毁灭证据罪啊 不需要 暴力和前面埋尸是一样的 就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是一个适合帮助法 主题必须是犯罪分子以外的人 7月5日 要么被抓获 经法医鉴定 被害人消磨是在汽车撞倒之后 因抚摩后出血重伤 引起失血性休克 于凌晨六时时时死亡 被害人如及时抢救可避免死亡 这里尽管说这里的就是 行为离开现场和被害人死亡 有因果关系 但是因为 这个 要么离开现场 不属于逃逸 所以仍然不属于逃逸之人死亡 经交易警部门认定 要么复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那么这后面呢 是想辅助说明 就是要么前面对撞击消磨的行为 构成犯罪 其实呢 他后面没说 我们根据他给出的信息 也能判断得出来 他至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甚至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好了 这道题设计的知识点就这样一些 我们就讲这 好了 下面我们讲这个模拟事件二 第一大题 单项选择题 第一小题 近年我国司法机关开展猎狐行动 抓捕潜逃海外的犯罪协议人 回国接受刑事审判 此局是为了实现刑罚的 什么 选哪一个呢 一二三四哪一个 A是吧 三正确 三保护机能 保护机能 这个刑罚呢 有三项机能 规制机能 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 第一个规制机能呢 是指刑罚对哪些行为构成犯罪 做出明确的规定 有利于指引人们 来 就是 如何实施自己的行为 首先呢 他告诉人们 不要实施 刑罚中 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那么也就是 能够 这个指引和规范 人们的行为 这就是 这个刑罚的规制机能 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 主要是根据 保护 主要是根据 那个保护的对象的不同 来区分的 那么保护机能呢 主要是通过 对犯罪进行打击 对犯罪分子以惩罚 从而保护被害人 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通过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 从而对被害人 心理上遭受的创伤 进行抚慰 对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 进行赔偿 对犯罪分子所破坏的 这种安民的社会秩序 来进行修复 来进行修复 总而言之吧 就是保护机能 它针对的是 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 那一方的被害人 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这是保护机能 保障机能呢 它针对的是 保护嫌疑人 被告人和罪犯的利益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呢 就是保护坏人的利益 当然这个坏人打了一个引号 是老百姓的事业当中的 这个坏人 从法治上来说 不属于坏人 不属于坏人 保护的是嫌疑人 被告人和罪犯的利益 首先 刑罚 确立了罪刑罚的原则 意味着 只有当一个人实施了刑罚 明确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的时候 才能定罪处罚 如果行为没有实施刑罚 规定为犯罪的行为 那么就不能够定罪处罚 哪怕行为所实施的行为 确实是有危害性的 甚至社会公众生亡而痛绝之 那么只要法律 没有把它规定为犯罪 那么就不能够定罪处罚 就是防止无罪者 被认定为有罪 其次 他对每一种犯罪的 陈利要件 做出明确的规定 有利于防止 轻罪被认定为重罪 比如 他对抢夺罪和抢劫罪的 构势要件 分别做出明确的规定 即有利于防止 实际上实际上实际上的抢夺 被认定为抢劫 防止轻罪被认定为重罪 还有防止 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 正当的权利 被非法的剥夺 因为即便是嫌疑人被告人罪犯 也只能够依法剥夺 应当被剥夺的权利 那么不应当被剥夺的权利 那么是不能够剥夺的 总而言之 就是保障机能它针对的是 保护的是 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 这方的权利 而保护机能呢 保护的是 被犯的行为所侵犯的被害人 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 那么这个本题呢 是把那些潜逃海外的 嫌疑人给抓回来 对他们进行惩罚 惩罚的话 即有利于保护 被犯罪所侵犯的 这种被害人 国家和社会利益 所以体现的是保护机能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题 犯罪同类课题 最显著的作用是 选哪一个呢 123是哪一个 第二个 构建刑法分择体系的根据 正确 这个犯罪的课题 按照所包含的 社会利益的范围的不同 可以分为一般课题 同类课题和直接课题 这个一般课题呢 是指中国刑罚 所保护的 社会主义 社会利益的整体 那么这个 一般课题呢 是区分 作与非罪的根据 同类课题呢 是指 刑法分择 十大类犯罪 每一类犯罪 所侵犯的 该种社会利益 这个同类课题呢 首先 是刑法分择 进行 对十大类犯罪 已经分类的根据 这十大类犯罪 就是按照 同类课题的不同 拿划分担 比如 刑法分择第一章 侵犯的是国家安全 第二章是公共安全 第三章是社会的市场 经济秩序 第四章是 共民的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 第五章是 材战权利等等 而且 就是刑法分择 这十大类犯罪 排列的先后顺序 是按照 同类课题 重要程度的不同 由重要 到次要 依次排列的 依次排列的 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 因为国家安全 被破坏的话 那么 全国老百姓的 这个合法权利 都会受到 这个侵害 严重的影响 所以排在最前面 其次呢 就是公共安全 因为危及了 不特定多人的 生命健康 所以被排在 在普通刑事犯罪当中 危害性是最大的 所以排在第二 所以这个B选项 就是同类课题 是构建刑法分择体系的 根据是正确的 那么第三呢 就是直接课题 所以直接课题的 就是每一个具体犯罪 所侵犯的 某种具体的社会利益 另外就是 根据同类 根据同一犯罪 侵犯的直接课题的数量 可以分为 简单课题和复杂课题 简单课题呢 就是 只是侵犯 一个直接课题的犯罪 是简单课题 那么复杂课题呢 就是一个犯罪 侵犯了两个以上的 直接课题 那么这种课题呢 就是复杂课题 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几个选项 A选项 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根据 错误 此罪与彼罪 是直接课题的功能 直接课题 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根据 B选项 构建刑法分则体系的根据 正确 C选项 确立具体犯罪构成的依据 这个C选项 也属于 这个直接课题的功能 而不是同类课题的功能 D选项 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根据 这个课题的分类 对于区分故意犯罪 还是过失犯罪 是没有 没有影响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课题的分类是 课题 这个同类课题 是对课题的一种分类 那么故意犯罪的过失 是对犯罪主观方面的一种分类 这两个问题 没有对应关系 没有对应关系 所以同类课题的这种分类 对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区分 这个没有影响 第三题 关于单位犯罪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应该选哪一个 A 单位应当对刑法规定的所有犯罪负行的责任 这个是错误的 单位犯罪 打注意一下 就是自然人犯罪原则上视为 所有的犯罪都推定为可以有自然成立 除非按照法律的规定 这个犯罪不能有单位成立 只要按照 只要法律没有规定 或者说只要不是按照法律的规定 这个犯罪不能够有自然构成 否则都视为可以有自然构成 而单位犯罪刚好相反 只有法律 就是原则上 犯罪原则上 视为不能够有单位成立 只有按照法律的规定 可以有单位成立的时候 那么才能够作为单位犯罪来处理 所以可以说至少从目前中国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 多数犯罪是不能够有单位成立的 能够有单位构成的犯罪 只是少数 必须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依据 必选项 对单位犯罪一般实行双罚 这是正确的 就是单位犯罪中国是以双罚制为原则 以单罚制为例外 这个绝大多数单位犯罪涉形的都是犯罪制 涉形单位犯罪的犯罪数量比较少 C选项 单位犯罪的实质特征是为了单位的利益 C选项是正确的打注意 这个单位犯罪的成立 理论上认为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或者说单位犯罪的成立 理论上认为有两个特征 第一 以单位的名义 第一 以单位的名义 第二 利益归单位所有 第二 利益归单位所有 这是理论上认为 单位犯罪的成立 必须符合这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当中 更实质性的是哪一个条件呢 第二个条件 利益归单位所有 利益归单位所有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条件 以单位的名义 其实并不明显 或者说 很多时候是不大好判断 这个犯罪是单位名义 还是个人名义的 到底是单位名义 还是个人名义 通常从决定的主体来考察 现在问题是 并非单位所有的活动 都是由单位集体讨论 做出决定 单位集体讨论 做出决定 当然是以单位的名义来实施的 但是 从实践来看 就是单位的很多行为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话 那么其实部门负责的人 甚至具体的工作人员 都可以独立的 做出一些决定 但是属于单位行为 你比如 很多企业的基层的销售人员 是可以独立的来 签一些销售合同的 那么这个时候 是他个人来签的 但是属于单位行为 所以是不是以单位的名义 这一点 很多时候 其实不大好判断 相反 更好判断的是 第二个条件 就是利益 是否归单位所有 如果利益归单位所有的话 那么基本上 可以反推出 是以单位的名义 如果符合第二个条件 利益归单位所有 那么基本上 就可以肯定 是以单位的名义 反之 如果利益不归单位所有的话 那么 可以推出 他实质上 首先他可能 形式上 就是一个人名义 其次 尽管有的时候 他可能打着单位的招牌 但仅仅仅只是一个招牌 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是为了个人利益 所以就是这两个条件当中 更重要的是 这个利益归单位所有 利益归单位所有 不过大家注意 这个条件 是有例外情况的 就是绝大多数单位犯罪 要求利益归单位所有 但是是有极少数犯罪 利益 不归单位所有 但是也是单位犯罪 有没有这样的犯罪啊 有 至少有两个 至少有哪两个呢 私分国有资产罪 和私分罚募财务罪 私分国有资产罪 和私分罚募财务罪 这个私分罚募财务罪 大家觉得很新颖 是吧 贪务财务罪 那一章讲的 当然了就是后面 时间有点紧张 讲得有点快 好多同学 可能心早就飞了 所以一点印象都没有 今晚我还没飞 大家的心就飞了 私分国有资产 最知道怎么写吧 私分罚募财务罪 罚是处罚的罚 惩罚的罚 惩罚的罚 还是不知道怎么写啊 上面一个四 一二三四的四 下面左边 研字牌 我就不说了啊 有的同学不好意思了 没收的没 也就是没有的没 罚没 我错了吗 没错吧 私分罚募财务罪 募收的募 募收 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我真的错了似的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真错了 下课的同学 再跟我说啊 现在我还不知道我错了哪儿 这两个犯罪啊 是两个单位犯罪 而且是两个纯正的单位犯罪 只能够由单位成立 而且只能国有单位才能成立 但是这两个犯罪 是立归单位所有吗 不是的 是吧 国有资产 本单位的财务 实际上是国有资产 或者罚募的财务 私分给单位的全体成员了 是吧 国有资产 或者罚募财务 私分给单位的全体成员了 不是归单位所有 但是这两个犯罪 是两个单位犯罪 不过大家注意 这两个犯罪 要听这两个罪名的话 必须是私分给单位的全体成员 必须是私分给单位的全体成员 把国有资产 法募财务 私分给单位的全体成员 如果是私分给部分人 尤其是私分给少数领导成员的话 哪怕是集体讨论 做出的决定 也不能顶这两罪 顶什么 贪污罪正确 如果是私分给单位的少数人 尤其是少数领导成员的话 那么必须顶贪污罪 必须顶贪污罪 第一选项 没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犯罪的 以个人犯罪认处 对不对 对的 这个我们上午其实已经讲过了 就是在中国 单位犯罪的单位 通常不要求具有法人资格 没有法人资格的单位 也可以构成单位犯罪 但是有两个例外 就是独自私营企业 必须具有法人资格 才能构成单位犯罪 独自私营企业 如果没有法人资格的话 就算是企业 单位实质犯罪 不认为成立单位犯罪 而按照个人犯罪来处理 这道题呢 是希望大家掌握 不以单位犯罪 认处的情形 不以单位犯罪 认处的情形 一共有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法律没有规定 可以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 不以单位犯罪认处的情形 一共是五种情况 第一 法律没有规定 可以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 这句话意思是说 按照单位犯罪处理 不仅要求这个犯罪 是由单位实施的 而且要求法律 明确规定 这个犯罪可以由单位成立 反之 如果某个犯罪 虽然是由单位实施的 但是法律没有规定 可以由单位成立的话 那么不可以作为单位犯罪处理 那么是不是词证情况 就是无罪啊 不是的 应该对单位当中的责任人 作为个人犯罪 自然犯罪来处理 第二 就是没有法人资格的 独自私人企业犯罪的 按照个人犯罪认处 这一点我们刚才讲过 不再重复 第三 个人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而设立的单位犯罪的 以个人犯罪认处 个人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而设立的单位犯罪的 以个人犯罪认处 第三种情况下 实际上是个人 打着单位的招牌 幌子来实施犯罪 所以应该以实施上的 个人犯罪处理 第四 单位成立以后 主要以犯罪为目的的 那么以个人犯罪认处 也就是说一个单位成立以后 有一些合法活动 但是他主要是从事 违法犯罪活动的话 那么此种单位犯罪 不作为单位犯罪处理 以个人犯罪处理 最后一个是 盗用单位的民意 违法所得 为个人所有的 此种以个人犯罪认处 好 第四题 甲欲杀死赵母 恰赵母的脖子 这其休克以后 甲以为赵母死亡 将其投入河中 赵母溺水而亡 甲的行为构成 选哪一个 一二三四哪一个 第四个正确 这个题考的是 哪一个指点呢 因果关系认识错误 当中的哪一种情况 事前的故意 因果关系认知错误 最重要的两种情况 一个是狭义 因果关系认知错误 一个是事前的故意 所谓事前的故意 是指新闻实施了 前后两个行为 也发生了 他的追求的结果 他以为该结果是由前行为造成 但其实该结果是由后行为造成的 这样一种情况 就法术考试而言 基本上只考故意杀人罪 也就是新闻人产生了杀人意图 在杀人意图的支配下 他先实施了第一个行为 这第一个行为 就是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 比如拿枪击 拿刀砍 用裤带子 用手掐脖子 用石头砸对方的头 用木棒打对方的头 总的来说 可以采用各种方法 对方倒地 摸摸鼻子 觉得好像没气了 因为已经死了 然后为了毁尸灭疾 毁灭罪证 实施的第二个行为 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个行为 就是毁尸灭疾 毁灭罪证的行为 把下水道 井盖撬开 把尸体扔到下水道里面去 或者推到河里面去 推到上崖下面去 拿刀子割成一块一块的 马桶冲掉 其实在实施的 第一个杀人行为以后 被害人还有几口气 或者说还有一口气 反正没辞 在实施的第二个行为以后 被害人才真正断气 那么此种情况 理论上是有不同的观点的 但是着流观点 罚处考试的观点是 此种情况对定罪有没有影响啊 没有 直接定他 故意杀人罪 继续就可以了 第五题 2013年7月 贾成立了一公司 宣称只要购买该公司 999元的产品 便可以成为 业务代表 获取发展会员的资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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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